打官司从来没输过的美女律师来到监狱 会见了一名即将被定罪的杀人犯 她必须使出浑身的泄书保证杀人犯无罪释放 因为她的女儿被杀人犯的同伙给绑架 如果失败了 她的女儿将会被对方死票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惊悚片 七日绑票令 女主是一名战无不胜的金牌律师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检察官看到她脑子都是疼的 一个无恶不做的黑帮老大明明最大恶极 但在她的辩护下居然被无罪释放了 黑帮老大非常感谢女主的救命之恩 今后女主要是有事帮忙 她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女主是一名单身母亲 和女儿小甜甜相应为命 转过天 小甜甜的学校举办亲子运动会 女主作为曾经的田径高手 不出意外的和女儿一起赢得了第一名 但比赛结束之后 她女儿小甜甜却离奇的失踪了 女主第一时间报了警 并准备了一大笔的输金 警方在女主家守了一整天 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绑匪对女主的行为了如指的 让她必须马上甩掉警察 不然她永远也别想再见到自己的女儿了 女主虽然在公路上疯狂的飙车 但警察也不是饭桶了 死死的咬住她不放 由于女主没能甩掉警察 绑匪取消了交易 第二天女主再次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女主按照绑匪的指示打开了电脑 看到了女儿被绑架的照片 女主打算再次跟绑匪交易 并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输金 但绑匪对钱并不感兴趣 说一名叫鸡贼哥的嫌疑人 一神已经被判了死刑了 绑匪认为鸡贼哥是无辜的 要求女主并须在二审的时候 把鸡贼哥给救出来 下礼拜三进行二审 女主只有四天的准备时间了 时间仅任务级 女主马上开始研究鸡贼哥的资料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艺术学院雕塑系的研究生炮灰妹 在自己家失踪了 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在一片沼泽区发现了炮灰妹的尸体 这说明凶手是在炮灰妹家里杀的人 然后把尸体转移到了沼泽区 案发两天后 嫌疑犯鸡贼哥在家里被警察抓获 鸡贼哥是个有前科的惯犯 凡是法律不允许的事他都喜欢干 而且在炮灰妹的家里 发现了大量鸡贼哥的指纹 这件案子铁证如山 鸡贼哥被判死刑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 为了搞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 女主找到了当初 侦办这些案件的金警官 这位金警官是女主的小学同学 最近由于违法乱计 正在接受上级的调查 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女主来到监狱 见到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的鸡贼哥 鸡贼哥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辜的 希望女主救自己一命 按照鸡贼哥的说法 他老妈得了重病没钱医治 因此他才到炮灰妹的家里偷东西 但等他进屋之后 炮灰妹已经被人杀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的指纹和足迹 会出现在炮灰妹家里的原因 检察长得知 女主要替鸡贼哥辩护之后 马上派出了自己最得力的检察官 检察长要求手下 务必要答应这场官司 把鸡贼哥尽快给除掉 根据法医的介绍 炮灰妹是被一把雕刻刀干掉 但这把刀至今都没有找到 不仅如此 在炮灰妹的嘴里 还发现了一种名为 天使之粉的迷幻剂 女主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发现炮灰妹家里 用的是一种进口的锁 这种锁超级强悍 连开锁的师傅都打不开 这也就说明 凶手跟炮灰妹是认识的 不然根本就进不去 因此女主认为 凶手肯定是另有其人的 随后女主和金警官 来到了炮灰妹死前 去过的一个酒吧 酒吧里的乐队主唱 似乎跟炮灰妹有关系 乐队主唱一看大事不好 是没头就跑啊 女主和金警官追上去一打听啊 得知炮灰妹跟乐队主唱 以前是恋人 后来炮灰妹认识了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鼻环哥 就把乐队主唱给甩了 案发当晚 乐队主唱跟着炮灰妹回到了家 但没过多久 她就看到炮灰妹的 红色小汽车离开了家 她一路跟踪着炮灰妹的车 可没想到炮灰妹的车 在半路上 跟一位服装设计师的汽车相撞 根据乐队主唱提供的情况 女主再次来到了炮灰妹家里 巧的是啊 刚好遇到了炮灰妹的老妈 这位大婶自打女儿被害之后 虽然表面上显得很平静 但从她的言语中可以听出 她其实隐忍着巨大的悲痛 女主在炮灰妹的电脑里 看到了亲男朋友鼻桓哥的 卢山真面目 但是根据金警官的调查 这个鼻桓哥在案发的一个星期之前 就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 因此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女主来到精神病院会见了鼻桓哥 这个鼻桓哥确实病得不轻了 说话语无论次 根本就没办法正常交流 而且没说两句就对女主动起了手 庭审的日子到了 女主认为炮灰妹不仅有吸毒的习惯 而且私生活也特别的混乱 案发当天 杀害炮灰妹的凶手 一定是炮灰妹众多男性朋友中的一位 绝不可能是去偷东西的鸡贼哥 虽然鸡贼哥也声称自己 根本就不认识炮灰妹 但没想到简单官 把鸡贼哥的老婆请上了证人吸 鸡贼哥的老婆说 炮灰妹经常找鸡贼哥购买毒品 他俩早就认识 案发当晚 鸡贼哥是去找炮灰妹收账 而根本不是什么偷东西 那么鸡贼哥的老婆 为什么会指证自己的老公呢 原来鸡贼哥两口子早就没感情了 鸡贼哥的老妈曾买过一份 价值三亿的人身保险 受益人是鸡贼哥 如果鸡贼哥被判了死刑 那么老太太一死 保险金自然也就落在了 鸡贼哥老婆的兜里 就在女主毫无头绪的时候 她意外的在炮灰妹葬礼时的 录像带上看到了鼻桓哥 这就说明鼻桓哥在案发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精神病院里 当女主和金警官再次来到精神病院时 得知鼻桓哥居然已经出院了 炮灰妹那辆伊兰特小汽车 终于被找到了 警方在车里发现了一个鼻桓 金警官经过调查 终于搞清楚了鼻桓哥的身份 原来这哥们居然是检察长的儿子 这个消息把女主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怪不得精神病院会伪造 鼻桓哥的住院记录呢 还有针对鸡贼哥的审判 进展速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程序 女主匆匆忙忙的刚回到家 就看到检察长带着黑帮老大的人 正在等他呢 这个黑帮老大 也就是开头女主为其脱罪的那个家伙 原来案发当晚 鼻桓哥开着炮灰妹的车回到了家 检察长在车里发现了炮灰妹的尸体 检察长认为肯定就是自己儿子杀了炮灰妹 这件事对他来说太伪动 一旦被人发现 那么他的仕途就全完了 于是便和儿子一起把尸体和汽车给处理掉 幸好警方很快抓获了鸡贼哥 为了让这件案子赶快的结束 检察长利用手中的权利 争取以最短的时间把鸡贼哥送上断头台 但女主的出现让他感到了威胁 一旦被女主翻了案 那么他所有的努力就全冒烫了 因此他烧了女主搜集的所有资料 并且让黑帮老大把女主给干掉 不过自带光环的女主并没有死 因为黑帮老大为了报恩放了他一晚 案发当晚和炮灰妹撞车的服装设计师找到 女主本以为是鼻桓哥开的车 但没想到服装设计师却认出了鸡贼哥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真正的凶手就是鸡贼哥 这才让女主纠结了 因为鸡贼哥一旦被定罪 那么他女儿就活不成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由于杀害炮灰妹的凶器一直没有找到 女主便利用这一点展开了公式 加上黑帮老大出示了检察长 在女主家里说的那番话的录音 最后居然赢了这场官司 这其中的漏洞我们就不去深究了 因为只有鸡贼哥被无罪释放 才能展开最后的反转 被无罪释放的鸡贼哥告诉女主 当晚他杀了炮灰妹之后 开着炮灰妹的车打算去处理尸体 但没想到半路上跟服装设计师的车相撞了 后来因为警察临检 他不得不把汽车又开了回去 之后嗑要嗑的迷迷糊糊的鼻环哥终于醒了过来 还以为是自己杀了人 于是便把车开过着家 既然鸡贼哥被无罪释放了 那么绑匪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把女主的闺女给放了 这个绑匪是鸡贼哥的一个朋友 两人约好了 等鸡贼哥出来之后再停上去见面 当鸡贼哥兴高采烈的来到约定地点的时候 突然就被绑匪给撞晕了 鸡贼哥从昏迷中醒来一看呢 发现自己已经被大铁链子死死的锁住了 原来救他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炮灰妹的老妈 炮灰妹的老妈为了亲手替自己的女儿报仇 花大价钱雇佣了鸡贼哥的朋友 绑架了女主的闺女小甜甜 他之所以这么干的 就是为了不让鸡贼哥死的那么痛快 而那把用来杀人的雕刻刀 其实早就被炮灰妹的老妈给发现了 原来当晚鸡贼哥在捅刺炮灰妹的时候 我们还是来数唐诗压经吧 心中都有一杆称 是非善恶自称度 正义法律和公理最难约束是人性的